当共一生不及明天 有大云在手心没劲 引致这一段情 绣了 到了 排队去吧 美华 好大呀 这里 你说这里是公司还是公园啊 不好意思啊 请问一下这是什么公司啊 你连什么公司都不知道 那你来考什么 美华是全上海最大的化妆品公司 公司环境好 待遇高 而且在这里工作 还能够内部价拿到最便宜的美华化妆品 所以啊 全上海的女孩都梦梦以求呢 哇 这么厉害啊 干什么呢 优雅是美华公司的灵魂 绝不能失利于人前 你 对不起 那是因为你的身上有佛手还有圣香的香味 所以我忍不住打了一个喷嚏 还有什么 还有 还有 薄荷 玫瑰 雪松 香草籽 其他闻不出来了 陈经理 这个女孩子还挺有意思的 留下的试用看看吧 可是董事长 那位女孩子才是今天最优秀的 你要不要也看看 哦 那我给你三秒钟的时间 说说我身上香水其他的成分 我 我 知道了 董事长 你 叫什么名字 我叫容锦绣 容锦绣 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你觉得美华公司的美华两个字 究竟是何含义 嗯 从字面上来看是董事长您的名字 也是华美的相反一词 正好呼应了华美公司化妆品的字面意义 但我想真正的意义应该不止于此 哦 说来听听 如果一定要我讲的话 我会说 最美中华 最美中华 容锦绣 欢迎你加入美华 谢谢董事长 你可真不是一般人哪 美华公司你都进得去 真是太好了 对了 你能帮我从美华公司里面 带几个信封出来吗 信封 外面就有卖啊 我帮你买 哎呀 不是的那不一样 哎呀 锦绣 你就答应我嘛 好啊 如果我看到一定拿给你 好 对了你等一下 锦绣 这件衣服送给你 明天是你第一天到美华上班 你一定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这件衣服 是你自己存了好久的钱买的 你都舍不得穿啊 我不能要 哎呀 这种地方讲究衣装 咱们可不能让别人看清了 哎 拿着 以后啊 你就要住到美华的宿舍里去了 我可没有时间给你送过去 嗯 昨儿爷爷请我喝酒 不会也是为了那个小姑娘吧 谢谢你收了锦绣 不用谢我 不谢你难道谢我啊 我不是看你们两个人的面子 才用了锦绣的 恰恰相反 周末来找我的时候 我心里特别反感 本打算一定不会录用她 那后来为什么 容锦绣的确比我想象的 要更加优秀 她很特别 让我想起了 刚到上海时的自己 我很喜欢她 那就好 我从没有见过 你用这么愉快的方式 我自己帮助过人 这是第一次 说吧 是不是对人家小姑娘 图谋不轨啊 你以为左真跟你一样啊 整天闲得到处逛 没事做 还满嘴胡话 是又怎么样 是吗 我还有时间走了 你们继续 你要追人家 干嘛这么隐隐藏藏的 直接一点啊 直接的几次了 都被拒绝 你这就是麻烦 Squeaken 六点 六点 steal 吉他 吉他 án 行了 行了 我已经尽力在帮你了 谁知道半岛杀出过容锦绣来 表姐 我一定要进梅花 我知道 可是 这个容锦绣 别让我再碰到你 要不然的话 我绝对找不了你 请你来 是行政部让我来这里的 董事长让我先入职库管部 行政部的跟我说过了 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你的顶头上司 你可以叫我姚姐 姚姐好 行了 跟我来吧 她就是那个 害陈湘梅表妹被淘汰的新人啊 她可算是撞枪口声啊 明知道来库管部上班 还穿那么花枝招展 搜给谁看呢 就是 库管部 库管部负责美华所有产品和材料的入库和监管 管理好这个库房 就是库管部最大的职责 库管部负责美华 刚才我说的那些库房分区都系下来了吗 嗯 那好 今天下班之前 把这里都给我整理好 今天下班之前 有问题吗 没有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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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锦绣居然能进美华公司 是啊 是胡经理从小岚那儿听说的 经理啊 我的好姐妹 真是好久不见了啊 怎么想起找我了 有什么事吗 既然我们是那么好的姐妹 我也就不跟你绕丸子了 我过来找你 是希望你能够帮我一个忙 我能帮得上什么忙呢 只要我能做到的 尽管说 最近你们公司来了个新的员工 叫容锦绣 你认识她吧 对啊 怎么了 我要你不惜一切代价 把她赶出美华 不用你说 我也会好好伺候她的 她还欠着我一笔账呢 都记下来了吗 嗯 除了刚才说的那十二项事物 还要记得给美国新运回来的 那批原料做好防潮工作 嗯 那批原材料比你的脑袋都贵 就要实惠的时候给我注意点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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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干的好事 我让你做好那批美国原材料的防潮工作 你是怎么做的 我就是按照您的方法在里面加了石灰防潮啊 哼 你在梦里加的吧 箱子里连一点石灰墨都没有 这几天天天下雨 你看里面 都发霉了 不可能 不可能 不好意思 你等我一下 不可能啊 怎么可能啊 怎么可能啊 董事长 您看 拿开 董事长 这完全都是容锦绣造成的 我知道这几天是雨季 早就安排她做好防潮 没想到她竟然玩忽职守 董事长 我没有 我真的加了石灰 这批原料 立刻再定一批吧 这前面这批原料 是我们跟美国方面谈判了很久 才要来的这么一丁点 如果再要跟他们定的话 我估计价格得翻上一倍 算过没有 损失大概有多少 粗粗地估算了一下 损失大概在一百三十块左右 董事长 我没有时间 也不想听你解释 你让我很失望 按照公司的规定 这笔钱 必须由你来赔偿 如果赔不出 你就等着 被开除吧 这么多钱 按现在的工钱 我要做两年 才能还给英少 英少肯不肯借给我 我 英少 锦绣 你怎么来了 我头发怎么都湿了 怎么了 我 我有话想跟你说 你好像不太开心的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 佐朕欺负你 我没想到他竟然敢欺负你 我现在就去把他给办 不是不是不是 他没有欺负我 是 是我有工作上的事情 想要跟你说 那就陪我出去一趟 我请你喝咖啡 我倒要听听 你最近发生什么事情 我是说 任何不顺心的事情 你都可以重新回到狮子林来 之前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我相信你一定是被冤枉的 怎么 你不会是因为那件事情 心里还有别扭 所以不回狮子林吧 不是的 我在美华工作很开心 真的 虽然这工作有一点辛苦 但是 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我觉得很值得 我知道你对我很好 所以如果你真的对我好的话 你就不要再劝我回狮子林了 我很喜欢在美华的工作 我想要证明靠我自己一个人的力量 一样可以活下来 如果我向殷少借钱 他一定会看不起我的 我是说我真的很开心 真的 好好好 好了好了 我不说了 我只是想说你碰到任何问题 狮子林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 今天我就不陪你多聊了 下午我哥约了一个广东富商 我得跟他们谈一下 待会儿叫辆车回去吧 自己坐 自己坐 怎么又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 怎么又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 佐政 你 你能不能借我一百三十块 你要这笔钱做什么 我真的很需要这笔钱 如果你能借给我的话 我一定会还给你的 而且我会很感激你 你的感激对我来说又有什么用 这笔钱对于你来说不是一笔小书 你要用它来做什么 你必须要告诉我 如果你不说清楚 我是不会考虑把钱借给你 我不会借钱给你 对不起 我不应该跟你借钱的 有些事情不是钱的问题 这件事情 一定忍在背后搞鬼 如果你赔了钱 就当于承认了是你的错 可是我一定要赔他们钱 如果不赔他们钱的话 他们会辞退我的 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 我不能被他们辞退 我和唐海刚到上海的时候 在码头做苦工 有人来欺负我们 在我们鞋里面放钉子 当时我们并没有理他们 然后这帮人就变本加厉 最惨的一次 他们把唐海掉在树上 倒掉了三天 等我找到他的时候 他只剩下了一口气 然后我认定了带头的那三个人 想办法 把他们的生意 一点一点的全部吞掉 之后 再也没有人敢欺负我和唐海 也再也没有人敢抢我们的火了 好 如果别人欺负你 你绝不能一味地忍让 你的退缩 只会让你的敌人更加肆无忌惮 这里是大上海 如果你不靠自己争取 没有人会帮你 做真说得对 如果自己的实际自己都不去争取 那就更不会有人来帮我 我从一开始就错了 我要做的 不是赔钱 而是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 还自己一个清白 石灰不可能凭空消失 如果是箱子换掉的话 不会一点痕迹都没有 我做了 我做了 有事 我做了 就是不想要 我做事 我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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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了 我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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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 董事长您好 关于那个原材料出错的事情 我还要开会 董事长 不好意思 我真的很需要跟你解释这件事 我没时间听你说这些废话 董事长 董事长 对不起 不好意思 我知道我这样真的很不好 可是麻烦您 我 我只需要两分钟的时间 我 我真的很需要把这件事情 从头到尾跟你解释一下 你只需要两分钟 好 好 姚姐一大清早 就被董事长交到办公室去了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啊 你挺厉害呀 你挺厉害呀 你说什么了 竟然让董事长决定不再罚你 你有空吗 我想跟你聊一聊 说吧 我昨天已经向董事长解释清楚了 你不想要你 我不是说过 我不是说过 我让你今天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怎么样 你那个锦绣姑娘啊 打败了顶头上司 在美华公司平安无事 真看不出来还挺厉害的 是吗 谁啊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 你对哪个女人这么用心 处处关心爱护 还费尽心思地迁就她的感受 我看你啊 是不是爱上这个女人了 原来你喜欢这个类型啊 你可以走了 你一大清早地 把我从被窝里面拎出来 就是为了打探锦绣的消息 现在消息到手了 你这不对我 唐海松客 我自己走 我自己走 你 看个屁呀 上海 作为远东第一城 是我们大日本帝国 未来清华计划的重中之重 你这一次截获的机密文件 给上海爱国会 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军部高层 对你极为赞赏 军事会议决定 将你 谨升为中组 是 最近 满洲国 发生了一些动乱 许多的官员 不幸殉职 我临为受命 即将前往满洲国任职 由于你 最近出色的表现 你将接任我 成为上海 特务行动机构的 最高指挥官 学生担心 无法达到老师的期望 你是我最好的学生 我相信 战争 一触即发 我们将继续推动 对大东亚的盛战 一旦发动战争 需要很多的军需 你目前的任务 是在上海 这个遍地式黄金的地方 积累足够的财富 以供军需 是 对大东亚的运作 是 对大东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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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 对大东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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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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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幸不思维 对对对 对对对 真漂亮 好 来 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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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这里为什么突然挂了这么多日本国旗啊 刚刚来的仓促没来及跟你说 湘先生你好 这个舞会的主人是个日本人 听说他和日本的军方有着密切的联系 你好 最近很出名的富士商行就是他创办的 所以估计以后可能会有合作的机会 可是跟日本人合作 你就不怕那些激进分子 那是政客的事 商场商不分国籍 马老板在那里 我过去跟他聊聊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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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果然名不虚传啊 我只是像上海滩道多数人一样 有幸受到向先生的照顾 仅此而已 明珠小姐说的有道理 看来我得自罚一来 希望日后啊 我们一起都受向先生的照顾 这位先生一定不是本地人 明珠小姐怎么看出来的 整个上海滩 不会有人这么跟我说话的 明珠小姐这样的性格 来来来 我很喜欢 有些话说出口 是要付出代价的 这个代价 我倒是愿意付 就看明珠小姐 你给不给我这个机会 是啊 不是这样的机会 怎么了 那个男人真讨厌 他就是这个舞会的主人 潜天隆依 一会儿我跟马老板还有生意要谈 要不让司机先送你回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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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好 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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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明珠小姐 这份礼物 请您务必收下 无功不受禄 千田先生的这份礼物 我想我是不会收的 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 在西方有一个 关于潘多拉盒子的传说 什么 潘多拉是古希腊的一位公主 诸神因为妒忌她的美貌 送给她一个神秘的盒子 并且叮嘱她 千万不要打开 然而有一天 潘多拉没有抵制住 好奇心的诱惑 打开了盒盖 于是盒内的疾病 痛苦 灾难和瘟疫 都趁机飞了出来 像乌云一样 你不能再错了 今天我们落到这个地步 都是因为容锦绣和她的娘 娘你没事的 没事的 明珠 你一定要记住 是他们把我们赶出来的 弄得我们流离世俗 无间可过 是他们抢走了原本属于我们的一切 我恨她 明珠 明珠 你也哭不下去 你也哭不下去 我没事的 你别这么说 明珠 老陈 你要是在乎着你了 你就永远也都抱不了这个仇 这个仇 娘 娘 娘 你的母亲已经替你葬了 一起埋葬的 还有你以前所有的一切 你现在的名字叫藤原梅子 我将训练你 让你成为特遣计划中的一员 你的生命将因此而重新具有意义 等到你完成任务的那天 我会还给你真正的自由 你的目标就是它 为什么这一天都还是来的 他说他要来上海看我 很好啊 你哭什么呀 我骗他说 我在上海最好的美华公司里面上班 这欠功那独大学 我帮美女犯事情 我赴得到我再次公司 我们就同工变出一个美华公司 开办工厂也造美华商品 我倒要看看这个文化秀 奉承 奉承不许到 是谁的诺言 有些人 只能够 怀念 洽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